日前安藤美基在节目上抱着新生儿,自曝已经顶着各方压力未婚生子,并且丝毫不愿透露孩子精神人是谁,对此日门网民也是众说纷纭,认为尽管他在冰上是绝对的王者,但实际上精神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问题,从他一直以来的比赛情况和恋爱报道来看,他似乎对性爱有依赖。 对此,业界相关人士指出,俄罗斯教练莫罗索夫和安藤美基是师徒关系,比赛期间有记者为了采访,前方酒店,可以从安藤美基的房间听到很夸张的叫床声,那声音就如同野兽一样,并且非常激烈,记者等了好几个小时,都能听到这种声音,但是为了采访,却又不得不一直在外等候,此次事件在花样滑冰界非常有名,并且之后采访时,完全就是爽玩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